大家好我是Hady 欢迎收看《月宇最财经》 恒大地产彻底玩完了 许家印被罚41.75亿 许家印终身禁入 那百万的购房者又应该何去何从呢? 恒大有一年居然近九成的利润都是造假的 3月18日恒大收到证监会的处罚告知书 简单来说 证监会查明恒大地产违法事实 开出了大额的罚单 其中恒大地产罚41.75亿 许家印被罚4,700万 并且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 他曾经的左右手夏海军被罚1,500万 另外4名恒大的前高管被罚20万至900万不等 加起身屡计罚42.5亿 不过这笔钱 证监会想要回款不容易 其实这笔罚款也不算多 要知道的是恒大的总负债在2万亿以上 如期债务超过3,000亿 如期商票超过2,000亿 未缺重大诉讼金额4,900亿 区区罚42亿 不过是连总债务的1%都不到 后来恒大地产官方回应放弃陈数 许家印在去年被捕 他的被捕事件揭示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 和政商关系的复杂性 多位律师表示 这次罚款不会影响债权人的债务清偿 在清偿信罪中 補偿性债权优先于懲罚性债权 如果恒大地产和许家印没有钱 那就需要通过查封 扣押个人财产等等方式追缴 这次证监会处罚的力度较大 并且不会影响刑事责任的追究 恒大地产造假有多严重呢? 从一组数据就可以看出来 2019年恒大地产公然虚增收入 金融高达2139亿 这个占据了当期营业收入的50% 为了掩盖这个欺诈行为 公司还相应地虚增成本 涉及金融达到1,000% 1,732亿 相应地恒大地产所宣称的利润当中 有407亿是虚假的 占到了当期利润总额的63.3% 到了2020年恒大地产的财务造假行为 并没有修炼 反而是变本加厉 这一年公司虚增的收入飙升到3,501亿 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 亦上升到78.5% 同时虚增成本液水涨船高 达到2,988亿 恒大地产在2020年虚增的利润更高达512亿 占到了当期利润总额的86.8%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 恒大地产竟然虚增高达5,641亿的营收 和920亿的利润 这个行为不但严重掩蓋了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 更是对广大投资者和公众造成了极大的误导 令他们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值得一提的是 在这两年期间 恒大的审计机构一直是罗宾行永道 并且从恒大那里获得了数千万的审计费用 而普华永道在中国恒大2020年度审计报告当中 发表了无保留意见 也没有提及恒大经营的重大不确定性 另外恒大地产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违规行为层出不穷 自2020年1月1日至去年8月31日 公司共有1533笔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和2983笔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未按规定及时披露 涉及金额分别高达4312亿和2785亿 而恒大的债务规模早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截至去年6月30日 中国恒大的总负债额大概达到2.39万亿 这些负债具体包括借款6247亿 应付贸易账款和其他应付款项1.06万亿 其他负债1,028亿 在踢除合约负债6,039千亿之后 剩余负债为1.780万亿 而恒大的总资产只有1.74万亿 仍然处于资不抵债 而在去年上半年 中国恒大的主营收入大概是1,281亿 正时本合计392亿 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只有大概40亿 还不足以覆盖这次证监会41.75亿的罚款 到了去年11月底 恒大的地产未能清偿的到期债务 屡计达到人民币3,163亿 预期商票屡计大概人民币2,055亿 这次处罚当中恒大地产共计被罚41.75亿 许家印被处罚4,700万 并被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在北京因罗来斯事务所董世帕律师看来 终身禁入是非常严厉的处罚 基于往往的违法行为 这个处罚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他表示这样的惩罚力度 与证监会近几年强调的加大执货力度是相互的 近几年证监会对中介机构、上市公司、 发债、订争等等的依法处罚也很多 表明了证监会加强了对资本市场的监管 从其中一项违法行为的处罚 就可以看出这次罚款的力度 对于恒大地产2019年、2020年年 联报存在虚假记载的违法行为 恒大地产被罚1000万 许家印被罚500万 并作为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述行为 另外处罚1000万 对此律师表示 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规定 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誤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留 对企业的罚款额度是100万至1000万 对相关负责人个人的处罚额度是50万至500万 因此 对恒大和相关负责人的罚款 已经达到了该项行政处罚的上限 属于顶格处罚 这些罚款应该分别由相关公司和个人承担 不过仍然有很多人感到不理解 认为罚款相对于恒大的欠款来说 实在是太少了 罚款和恒大债务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就债务来说 债权人应当通过正常渠道去申请清偿 通过公司清盘集中受偿 而这次处罚是从行政层面 国家监管角度对企业的政法行为上作出的处罚 并不是针对欠款的处罚 两者基于不同法律不同行为 因此不会相互影响 这次处罚是否会影响到其他债权的债务清偿呢 在律师看来基本上不会影响 李凯权表示 清盘法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清偿顺罪的债权 人民法院可以按照 人生损害赔偿债权优先于财产性债权 司法债权优先于公法债权 補偿性债权优先于惩罚性债权的原则 合理规定清偿顺罪 清盘财产依照企业清盘法第一笔十三条规定的顺序 清偿后仍有剩余的 可以依此用于清偿清盘受理前产生的民事 懲罚性赔偿金、行政罚款、刑事罚金等等的懲罚性债权 也就是说 恒大和许家印这次罚款金额为行政罚款债权 属于公法债权、懲罚性债权、财产性债权 劣效于其他普通债权 面对这样的困境 很多人不禁要问 罚金会不会用在烂尾楼上呢? 罚金又会不会上还供应商的欠款呢? 首先 关于证监会的罚款 这些资金的具体用途尚未明确 但是 即使恒大和许家印能筹操到这一笔款项 它的用途也令人担忧 如果罚款最终用于弥补国家损失 或者是归证监会所有 那恒大的实际问题 特别是涉及和购买恒大楼本的消费者 和供应商的利益 将会如何解决呢? 恒大的危机不单只关系到一家企业的问题 更加是关乎数万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南美楼的存在不单只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也被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市场 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如果一个企业家贪婪地追求个人的利益 并以此为借口逃避法律和道义的制约 那么它所创造的财富 又能够给社会带来怎样的正面影响呢? 恒大债务危机的爆发 对于房地产行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上下游供应链受损 很多建材公司因为这样清盘 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不单只对企业家敲响了警钟 也提醒我们整个社会 应该更加珍视道德伦理和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 许家人在监禁期可能失去到已经修建的组份的控制权 这个事件无疑被企业家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它不单只反映出大家对于许家印财富的来源和品德的质疑 也在一步彰显了一个企业家无论如何 也不可以逃避的现实 这就是企业的发展必须和社会的正义价值相一致 对于恒大来说 解决当前危机的关键 在于恢复市场信心 稳定经营并且寻求外部支持 这个包括但不限于和供应商、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 将是积极沟通 寻求债务重组、资产出售等等的解决方案 这样下去 每个部门都可以被恒大开张罚单 卖到南美楼的人又怎么说呢?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